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張臨期第十四日 來到平安這個主題的最後一天 經文就是《瑜伽虎音》十五章一至二節 零收資料大概就是戴德先生的生平 以前讀他的生平的時候 曾經被他宣教的熱情感動 今天再讀他的生命 被他在另一方面再次感動 這就是他把他宣教的事工的責任和後果交託給上帝 他自己只是負責信服和跟從上帝 詳細的內容大家可以在今天的零收資料 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平是什麼 當我讀到他的生平的時候 我自己都面對不少極端的情況 一方面有人會把事工的計劃 完全操控 希望安排得陀陀當當 甚至把果效、後果等等都想得很清楚 才做決定 但同時 有人 更多的人 是不去盡自己的計劃的本分 去評估或者去考慮 就把一切的責任 就很簡單地教託給上帝 上帝 負責就夠了 當然 好像今天在零收資料裡面 提醒 其實一切事工都是上帝自己的成功 不過很多人都 看留了後面的一句 就是 博人 他自己的責任 就是信服 跟隨上帝 就正如大德生 他其實 是把自己的負責負責 負責的 就是信服 跟隨 他信服跟隨 底下 就把所有的責任 和結果 交託給上帝 在楊福音十五章 即今天的經文 一字二字 固然是提醒我們 我們結果之的主權 其實在上帝手裡面 就不是我們做多少 我們越做一多 就 越有果子 或者我們做少一點 就越少果子 主權 其實在上帝手裡面 不過 之後的經文 即是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就提醒我們 其實我們要償在主裡面 在主裡面 當然就包括了 信服 跟隨 也包括了 要為上帝 給 我們的崗位 去負一切的責任 求主幫助我們 既在我們一切的崗位上 盡上我們自己 應有的責任 和本分 亦都能夠 將一切的結果 去 歸回給上帝自己 讓上帝的主權 自己去決定 以至我們見到 身邊有好的果子 結出的時候 自己不要驕傲 而 當我們面對周圍的環境 和迫伯 打擊等等的時候 自己都不會灰心 今天分享 就到這裡 明天再見 就開另一個新的主題 拜拜